7 I7是9吗 就是8801 IBM 再看来 这个来是内存插槽 这个是独立显卡 这个是SPI的BIOS 墨箱词 你的名字赶紧改一下 SPI的BIOS 放大点看 SPI的BIOS Budget 这个是迷你PCI一槽 这个是电源接口 它是通过一个线线头过来的 电池接口 还有一个 时钟芯片 躲在这个小板下面 这个是它的一个供电小块 供电小板 这个供电是1.5V和1.8V 这些供电 供电1.5V 还有这个显存的1.8 再看后面 这个还有一个6卡 是一种插槽 反面呢 有一个是ET IT1的 有一个是显存 在显卡的四周 一般会有两个到四个 这是键盘接口 这个是LCD接口 硬盘接口 那这些剩下一个小的就是 光出接口 再就是读卡器槽 请你来识别 做了一个这个 这个 蓝桥 时钟 内存 CPU 这个是个BIOS 这个叫PLCC32 的BIOS 北桥 EC 网卡 一些卡槽 一些USB接口 外面的接口等等 好 接下来就要是问清楚这个架构了 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来负责谁呢 架构 也就是说他这个 呃 框架 结构 架构 主要是 万搞清楚大家 这是从手关系 微转内存 呃 是不是 什么EC管理呢 是不是 简单的问题啊 还有什么 呃 微接口 他跟南桥有没有关呢 再一个 就是架构 弄清楚架构呢 对一些接口的故障 啊 还是有点点帮助的 想当年我就认为 会了架构 我就会修版了 我就 当时学主板的时候 我就是这么想的 会了架构吗 然后 那硬盘不认用 干篮桥吗 然后内存不认用 汉北桥吗 啊 USB不能用 汉南桥吗 汉接口吗 啊 显卡不能用 北桥吗 我就是这样想 这是因为做 这个接口电路维修的话 那干好的 肯定该干好的 真的是一道供电 电路方面的 那可能就 啊 那那就 架构就没用了 主要来看来 这个架构啊 换灯片 我就没做了 CPU 他来北桥 北桥管理的东西呢 他是内存和 显示接口 以及 显卡 这个架构呢 是指 英特的双桥架构 英特双桥架构 双桥架构 里面 北桥 他是管理内存 然后显卡 独显啊 还有一个极显的 各个 显示接口吧 然后 北桥 和CPU连接的 这个总线呢 叫FSB 前端 前端总线 唐胜 俊呢 我们现在是讲的是 双桥 好吧 北桥和南桥 连接的总线 叫DMI 总线 南北桥 连接的总线 是叫DMI 总线 当然也可以 也有C-Link总线 是控制总线 这个呢 就其实 什么叫总线 就是一堆铜线 一堆铜丝 我们只要确保 这个铜丝没断 一端 就扁蛋一样 一端是南桥 一端是北桥 扁蛋没断 那要么就南桥问题 要么就北桥问题 至少 从一定角度上面看 这些问题 就是可以这样排除 南桥管理的东西呢 有周边设备 南桥管理 什么网卡呀 迷你卡槽啊 还有一些读卡器呀 还有USB接口啊 线上头啊 还有声卡呀 猫啊 还有光吃硬盘 还有一些USB接口 和ESAT接口 还有EC等等 南桥和EC连接的总线 我不是高手 南桥和EC连接的总线 叫LPC 刚刚就有人说了 LPC总线啊 LPC总线呢 它是七根 这个重要的信号啊 分别是 LED0 LED1 LED2 LED3 LF ROM L Clock L RESET 这是它的七根 重要的信号 当然 诊断卡 飞线的时候 就飞九根 还有一个VCC和JND啊 你不能让它吃饭啊 VCC就是它吃饭 JND呢 就是它是排线啊 有进有出啊 才能工作啊 所以一根有九根线 那你飞线的时候 你就把诊断卡相应的信号 飞到这个LEC的脚上就好了 VCC3.3 EC管理的呢 是有键盘啊 和通膜板 键盘鼠标吧 键盘鼠标 还有 有的还 管BIOS 还挂BIOS吧 就它下面还挂了个BIOS啊 这个SPR ROM 这是BIOS 第二个架构 是英特尔的单桥架构 单桥架构 它的进步是 CPU管显卡 CPU管 内存 就没有北桥了 没有北桥了啊 笔记本 飞到LED的话 大部分是可以的 麻烦只是飞线 但是 CPU它没有 CPU不管这些 显示接口 它呢 CPU是通过 PCS桥 然后 到显示接口 也就是CPU里面 它有极端显卡 它的极端显卡的信号 是通过 北桥和CPU中间的FDI总线 连接 然后把显示信号送出来 北桥 这是桥吧 叫北桥也行 叫南桥也行 叫桥也行 反正叫PCH 这个桥呢 它管理的东西就是 原来 它的南桥所管理的东西 都是这个桥 所以我们叫这个PCH 更像南桥 我一般习惯叫它南桥 它管理的是 除了以前的南桥的以外 还管理一些显示接口了 然后网卡 然后 无线网卡接口 生卡 摄像头 蓝牙 迷你卡 读卡器 USB SAT接口 硬盘光区等等 还有BIOS EC EC下面管呢 充目板 温控 温控电路 温控芯片板 还有键盘 还有一个SPI ROM EC下面可能还会挂一个SPI ROM 就是 英特尔的单桥 就是CPU管内存储管显卡了 还CPU集成显卡 第三个叫AMD的双桥 AMD芯片组的双桥 当然也包括ATRA啊 AMD的双桥呢 它的特点是CPU管内存 北桥管理所有的PCIe 所有的PCIe都是北桥管 当然这个显示接口 和显示接口都是ATRA啊 南桥管理的是 一些USB啊 生卡 网卡呀 硬盘光区啊 等等这些东西 还有EC 除 南桥管理USB啊 硬盘光区啊 还有生卡网卡呀 生卡网卡 这个网卡要注意看 如果是 100兆的网卡 一般是生卡 是南桥管理 也就是说是 走的PCIe总线的啊 如果是1000兆的网卡 PCIe的网卡 现在都是这样子 一般是北桥管理 这个要注意了 ATRA的这个双桥北桥管理的 但是现在呢 也都 不是不是单通道啊 这个66638638的 都是双通道 现在是AMD单桥 AMD单桥呢 它是 CPU管理 内存 显卡 但是它是单通道 内存啊 因为它 实在 脚位太少了 除了CPU 管理内存 显卡以外 CPU还要管理一些 显示接口 这个就是跟 英特尔的 单桥 的区别 英特尔的单桥是 CPU不管 显示接口 AMD单桥 CPU管理 显示接口 然后 桥 它一般叫做FCH 英特尔叫PCH 它叫FCH 桥呢 它管理的是 网卡呀 迷你PCIe呀 生卡网卡 硬盘光区 USB等等 还有一些读卡器 迷你卡槽等等 还有一些 EC下面管 键盘鼠标 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VGA还是内接 显示接口 是指VGA 还有LVDS等等 什么意思 VGA还是内接 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显示接口 是指VGA还是内接 都是啊 HTMI CIT LVDS都是由CPU管 对 喝了点水啊 喝了点酒啊 这是MD单桥 也就是说 刚才你是 英特尔的单桥 MD单桥 MD单桥 啊 这个版都没有时钟晶片的 你家以后你们时钟晶片都不用管他的 对 急准在桥里 最后一个就是NV啊 NV的双桥 他呢 他呢 有什么特点呢 完全等于 MD的双桥 就不用说了吧 完全等于MD的双桥 一样的 特点就是所有的PCIe都是北桥管 如果是千兆网卡 那就是北桥管 还有北桥海管 PCIe 16X 还有什么 显示接口 等 在E系的脚上找到一个阵线 因为他就是搞MD上面 还有就是NV的单桥啊 这种在笔记本里面少吧 也有啊 NV的单桥 这个简单啊 CPU管内存 桥管其他 他管的太多 死掉了 过劳死啊 现在AMD 他们都是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虽然 桥 也管很多东西 但是他呢 把显卡和内存都放到CPU这边去了 这样的话 坏的话就坏CPU嘛 坏CPU嘛 就换了 换桥还要自己焊 换CPU直接换 千兆网卡和百兆网卡怎么区别 看到总线也可以啊 你看看说明书也可以啊 这个 一千兆网卡一般走到PCIe总线 一百兆网卡一般走PCIe总线 一般情况 这个就是第一个课间 关了啊 今天呢还要讲一个内容就是叫名词解释啊 我看一下课程安排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电路啊 把号识别价格名次解释对了 因为我这个换灯片没做 还没做完 像电子元件电子玩什么东西我没做 有没有显卡和难求可以的没有 直接干桥搞好了 看来你干桥的功夫已经过了 好了 名词解释 咱们看第一个 供电和信号 你们说说供电和信号的区别 供电就是一个人吃饭 是一个的动力来源 这是你们家的电视机 你不查电 它怎么工作啊 这是供电 但是你遥控器按一下来 这个就是信号 你供电 你不能把它 好 接到 380伏吧 上拉或者把它接供电 把它电压改改变 把它电压接得太高了 会烧掉 接得太低了 也会坏掉 信号呢 它的电流小 就你手按这个东西 它没事 它供电 你就不能用手势摸了 所以供电和信号的区别是 供电是一个可以输出电流的 大电压 一个电压 电流比较大 在工作过程中 这个电压是不可以被制高 或者拉低的 如果供电被拉低 就是短路了 在一般情况下 制高也是不允许的 就是 220伏就是220伏 不要给它乱乱弄 3伏就是3伏 5伏就是5伏 主板中 常见的这些供电的电压是哪些 19伏肯定是的 12伏 还有5伏 还有5伏 还有3.3伏 还有2.5伏 还有一点8伏 还有1.5伏 还有1.25伏 还有1.05伏 还有1.2伏 还有1.1伏 还有0.9伏 还有0.75伏 供电值大概一般都是这样子 一般三五伏 这种呢 都是一些大电压了 算是给它接口的啊 五伏一般是给一些接口的 三点三呢 一般是给一些周边的一些芯片 比如说一锡芯片呀 这是三点三伏 南桥也需要 其他的什么内存供电 有可能一点八一点五 还有一点二五 一点五一点零五呢 这些是桥的所需要的一些 CPU供电 CPU供电一般也是1.2 1.5左右 一点几伏CPU供电 一般呢 CPU供电呢 是0.8 0.7至1.5伏啊 这个电压不一定 12伏啊 12伏一般是给一些上拉电压的 笔记本不是有很多电压场馆吗 N高大的场馆需要一些 出动电压1.0几伏没问题啊 0.9 0.75呢 一般是内存的负载供电 好 第二个 供电呢 是给设备提供动力的 它的名字一般是VCCVDD VCC3 VDDQVTT等等 它一般都会带个V啊 名字VCCVDD等等 这些名字 大家要先跟他见个面 打个招呼 也算认识的 供电的符号 VCCP 大家注意看清楚了啊 谁跟你说VSS VSS一般是接地的 这是啊 圆圈 表示供电 这个是很多图纸里面都是这样标示 不是指这个点啊 这个点的是 只要是它相连在一起 上面这个圆圈是供电 既然这个是个供电 也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电压 不允许 至高和拉低 所以 任何电压 碰任何这种 比如说15V多少V的电压 碰到这个上面 它就会把那个15V的信号 变成 跟这个电压一样的 这是一个供电的特点 就如果说这边有一个19V的电 但是这个是个信号啊 也有19V 那这是信号 跟它搭在一起 那这个19V就会马上变成 跟它一样的 1.05V 第二个叫VBDCR 这种呢 指质的横下啊 一横一竖 一个钉字吧 一个梯吧 这种也是供电 一般呢是在 音乐达的图纸里面会这样写 第三个是VCC105B 这个是RBM里面的三角形啊 三角形 向上 最后一个 大家应该可能都见的比较少 PP0V75S3M 这种呢 是苹果的 苹果的宫电 名字啊 一般是PP 然后走走走走 后面什么名字就不管了 这是它的宫电 记住了啊 这几个名字 主要是前面两个吧 第二个呢 是接地 接地是给供电 告成回路 我们刚才说了 供电就是吃嘛 接地的嘛 就是拉嘛 要有进有出啊 它才 才能正常运作啊 没有接地 就不会有电流流过设备 它的名字 一般是VSS或尖低 尖低的电路符号 一般是三角形 还有一个这种 横线 这种呢 就分为数字D 和模拟D 我好粗鲁 数字D和模拟D 也就是 在电路中 有的是数字信号 有的是模拟信号 这两种 如果结在一起来 它可能会引起干扰 所以 有很多地方 它会 把数字D和模拟D分开 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早两天看到一个电路图 是 这K5吧 应该是 随便开一个看看了 像这种 它都是这种数字D啊 还好 这个都还是数字D 这里这里看 这个地方是个三角形 而这种地方呢 是个 这个 数字D 一个是模拟D 一个数字D 这样的话 它会通过一个零六电阻 连在一起 你实际的测量的时候 它们是通的 但是它的信号 对于信号来说呢 它们就不一样 所以 它们数字D和模拟D 之间会通过一个零欧电阻 连起来 如果这个零欧电阻 掉了 如果连接数字D 和 模拟D的 零欧母 电阻 坏了 可能会导致 这个烧东西啊 烧原件 因为这个数字D和模拟D 它这个 插呀 压插不一样 可能会这个相对的值不一样 有可能会 我是 看到谁呀 那天 那天台里面有个人发帖 说 修了半天没修好 后来说什么 老是烧东西 后来他拿给他师傅 一看说是掉了一个 这个电阻 不然你们有没有看过 三角形 模拟D 这于数字D和模拟D 为什么要分开 你们可以百度一下数字D和模拟D 是 中间你弄个联合电阻吧 怎么解释呢 我大概那里看了一下别人百度里面的帖啊 怎么说呢 就说一个房 一个呃 一个办公楼啊 一个写字楼 它有 二楼和三楼 二楼是数字信号 三楼呢 是模拟信号 但是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二楼和三楼的办公人员呢 他只有一个电梯 所以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 这个数字的和模拟的人呢 他这个数字的 他本来到二楼就可以停的 但是呢 有时候电梯还带到他上三楼 那三楼的人呢 他本来可以直接上三楼 结果电梯还在二楼停下来一下 所以会引起互相有干扰 解决办法就是要坐成两个电梯 把数字的直在二楼停 模拟的呢 直在三楼停 这样就把它们分开来了 就不会造成干扰 最后弄一个联欧电阻 联欧电阻掉了 连数字地和模拟地是不是联欧 呃 你去测一下吧 你去测一下 应该不是了 这个一个相对值吧 因为有些地方 比如说五幅 我们说这个地方五幅 五幅呢 是相对一个数字地来说 还是相对于模拟地来说 你们可以去 呃 研究一下 这个数字里头有模拟地 这个东西 大家注意啊 有些地方会存在这个东西 这是一个接地的一个符号 不扯脱了啊 基础方面嘛 注意一点就好了 信号呢 在理论上说 信号的电压 只考虑电压变化 他不考虑电流 啊 他电流很小 信号一般在电路图中呢 是这种啊 一个箭头 反正不管了 反正让我标些字 不要看这个箭头方向啊 箭头的方向 是因为画图人员的随意性 它不代表信号的流向 千万要对得起 我这个五个探号啊 不要后面又说 啊 这个箭头不是指向哪个一锡啊 什么东西啊 到底是一锡发出来 还是发进去的呢 好 好 这种箭头 很多都是乱画的 如何确定信号的走向 这个呢 比如说 蓝桥的 power button 你说是进还是出 不管它一锡怎么画 这个信号 肯定是给蓝桥的 那但是有很多图纸 里面是随便画的 是不是 还有 啊 slip s3 这种信号 你说是谁发出来的 肯定是蓝桥出来的 它箭头随便画 那也不管它 有些东西就是说 固定的一些信号 你要记住 还有一些温控信号 比如说 therm 然后stp 这种信号 这种信号呢 到底是进还是出呢 不好说啊 它是这样 就像是一个开关 这是一个芯片 然后呢 芯片这里接着一个开关 这里就是一个温控电路了 温控芯片啊 温控芯片 当过温的时候 温控芯片就会把它拉低 温控芯片把它拉低 把这个信号一接低的话 到底你说这个信号是温控芯片发给它的 还是这个芯片发给它的 不好说 是温控芯片 它过温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信号拉低 啊 过温时 温控芯片会把这个温控信号拉低 这种东西到底是这还出 我也说不清啊 反正大家这回把这个信号扯掉 听天书 我们现在只是说的一个信号 天书也好啊 有字天书 经验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还好吧 陈新江你是谁啊 你怎么脑不改名字的 踢掉了啊 等会儿 经验的东西太多了 那你就要加油了 今天这个内容还算没上轨道了啊 还是在玩玩游戏 热热身了啊 高电瓶和低电瓶 这是一些概念 就是 数字逻辑电路中啊 高电瓶用0 用低表示 低电瓶用0表示 一般规定 0.25V以下为低电瓶 3.3V以上 3.5V以上到5V呢 是高电瓶 但是在主板电路中啊 一般是 0.7V到1V以上 就为高 0.7V以下呢 就为低 一般是0.7V啊 我喜欢用0.7V以下 为低 1V以上呢 为高 我是喜欢这么 这么命名 但是 有些说 你说0.75V是多少 是高还是低啊 不一定 准确来判断 还是需要根据电路来判断 不能限定在某个值 有些地方 0.5V它就是高电瓶的 有的1.1V还是低 这个不好判断 但是我们0肯定是低 3.3V呢 肯定是高 脉综合跳变 这个就是高到低跳变啊 高到低的一个脉冲信号 这个呢 这个主要是来对于我们以后看持续啊 看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本来是高 本来是有3.3V 突然来变成0V 就是这种 由高到低 这个叫一个高到低的一个脉冲 一个跳变吧 第二个叫低电瓶 跳变为高电瓶 第一电瓶跳变为高电瓶 这个应该还好吧 李阳光 这个应该不是天书吧 第三个就是高低高啊 应该很形象 接下来就是时钟信号啊 天书来了 时钟信号 一般叫clock 是CL OCK的简显 就是数字电路里面提供一个基准 使各个相连的设备能够统一步调工作 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在你在那个跑步的时候有人喊口令 这个就是时钟信号 时钟的单位是HZ啊 赫字 一般H的大写 这个叫写啊 当然一般不是就单位是这么 一般都是K以上啊 比如说南桥旁边的这个金正啊 32.768K 这个就是时间一秒钟的计算 就是以这个东西为基准 也不是以它为基准 就算它的振动幅度 振动频率跟一秒钟很接近 然后CBO的时钟 你知道有一个专门给CBO 喊口号的一个一个口令员 它的时钟呢 一般都是100兆 以上 李阳光我想考你一下啊 其他同学不要不要帮他 我问你一兆等于 多少 其他员不要帮他啊 1024K 那1K是什么意思 我们平时说1K 1K什么呢 是吧 哈哈是吧 你别别笑啊 1000 说明你阳光你的技术很好 来实力学习的 还有人连K不知道 1K等于1000 他不知道 一兆等于1000 他也不知道 这才叫累呀 实力我看这样也学不会 我不可能给他讲 1K等于1000嘛 所以大家你要有信心啊 比实力的要强很多啊 实力有些同学确实 来的时候完全就是白子 那么CBO工作频率是100兆 也就他一秒钟 他可以工作100兆啊 100兆是什么概念 一兆是100万 10兆就是1000万 100兆就是1亿 好 1亿一次 要你一直到一天到晚说1 1 估计也没有1亿一次 那是肯定的 要你是拿手掌指拍手啊 那一秒钟 估计能够有个三赫 三赫字就可以了 看你们的拍手 拍掌 这个鼓掌的这个频率有多少 还有你跑步的频率 你五下 那你不一样了 对啊 CPU的频率都是100兆以上 所以说100兆的试播器 打CPU的频率 那很难了 一般都是 现在CPU的频率 有1266 有200 有266的 还有更高的 那你再用100兆 200兆的试播器 打不到了 500兆吧 上 果断的上500兆 500兆的 泰克的 好像是 应该是五位数以上吧 啊 20000吧 可能要 或者更高 打出来显示什么是吧 CPU的时钟呢 一般会显示成这种 哎 怎么这个图不对啊 这种波形啊 画的不好 等大家 我这个去修改一下 这时钟信号 后面我再加一个啊 这个就是时钟信号 它的试播器测量波形啊 你说打不出来是吧 这个我后面要加一下的 要改一下 打不出来就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 打出来就是一根直线了 一根直线 带点毛毛刺 显示不了 我这里没配图 下来呢 叫复位信号 复位信号 就是reset啊 重新启动 复位 reset 显示成直线 时钟集成的 怎么测 也可以测啊 你测又不是测时钟芯片 你是测时钟 各个 比如说你CPU的时钟 你就到CPU的 座子上面测 一系的时钟 你的一系的脚上测 呃 试播器要数字的啊 数字的可以 那个单次抓一些信号 其实买试播器并不是为了测一些频率问题 很多都是为了修供电 修一些信号 复位信号呢 啊 一般是带个警号 但是他带警号并不是表示他一定是低 平时所说的复位信号 没有没复位啊 一般就是指复位没有电压 复位信号没有电压 就是 就叫 没复位 其实就叫没复位电压 这个复位信号 虽然是带警号 但是他一定是要高 要为高 才能工作 这样呢 也不行 怎么呢 有些人就说 CPU复位不是要为高吗 他既然不出CPU复位 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复位信号 连到一个供电上面也不行 他的复位信号呢 要有一定的延时 就是说先 然后低 然后再高 或者说先高 你要中间有一个低的过程 再高 这样子才是一个过程 一个复位 所以他总会有个延时 再变为高 才允许 才是正常的一个复位 你一直让它高 那就不行了 试波器不是为了打CPU的波形 诶 怎么不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复位信号 PCT P-L-T-Reset 这个就是南桥所发出的一个平台复位 南桥发出的整个平台的复位 送给北桥啊 EC啊等等 叫P-L-T-Reset 是在开机的一瞬间 把这些设备清零 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 这就是一个复位信号 但这个信号呢 是一个高电瓶 就是让他们重新开始吧 比如说你死机了 死机了 以后你按下复位按钮 它不就是重新开始了 就是这个信号 下一个呢 叫PG信号 就是电源好 PG呢 就是叫POWOK POWK的意思 它是用来描述 供电正常的一个信号 一般表示高电瓶 一般高电瓶表示有有效 比如说CPU的供电芯片 它正常以后 它就会发出一个PG信号出去 复位信号相当于台积的热射的 可以这么想吧 台积的热射本来就是这个复位信号吧 你学过台积的应该知道 南桥也会发出一个复位信号啊 没有跳变是不正常的 但是通常没有复位的话 我们都是复位上没电压 所以我们要修的就是修 把这个复位的电压修出来 修复位修复位 就是修它的电压嘛 把这个复位的电压修出来 但是你不能把它直接接宫电上面去啊 你要让它延时一会再出来 就可以了 通常这个复位PG呢 叫PGPG的POK等等 复位好修 这就是一个复位信号 POK信号 这来都是电压啊 复位和PG都是测电压 时钟呢是测频率啊 当然你没有万 没有试波器 你可以测它的电压 大概33兆的试波器 3兆3兆的大概是1.6伏左右啊 100兆是0.4伏左右 呃 USB的控制器 也就是南桥了 在南桥内 它的频率是48兆 是时钟芯片发一个48兆给它 PCIe设备的时钟 是100兆 PCIe的呢 是33兆 这个就时钟啊 就是你看有些PCIe槽 迷你PCIe槽 始终是33兆 PCIe呢 是100兆 对复位高点屏 你按下去开关 复位开关按下去不弹起来 它也一直为低嘛 一直为低就不行 这是PG信号 PG信号就是 你当你完成工作了以后 当其完成工作 就发出PG啊 就你觉得你听懂了 你就发出个PG 我说我做完某一件事情呢 我就发出一个PG 告诉我的上级 说我已经OK了 完成事情了 这是PG 最后一个信号 就是开启信号 当我完成了某一件事情以后 我就把它发出一个PG信号 给后级 后级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 一般就启动下一个动作 对于它来说 这一个PG 可以认为就是它的EN信号 所以开启信号 就是叫EN信号 EN 就是英兰宝的简写 高点名的时候表示 是开启 一般它不带警号啊 也有的是低点名的时候表示 关闭的 叫SATAM EN 就是嗯了啊 对不对 就是开启 同意开启 启动允许 使能 高点名有效 所以 有些信号 上面带个EN的 一定要是高 还有的呢 是叫SATAM SATAM的这个东西是 第一电瓶 关闭 如果这个信号 为第一电瓶了 芯片将会 被关闭 那你说 如果某一个芯片的这个引脚 叫做SATAM 它能 为第一吗 如果一个芯片的引脚为SATAM 这个脚 一定要让它为 高电瓶 不能让它为低 让它为低了 不就 把它 灭掉了 把它停掉了 VRM炮骨 VRM炮骨的CK410 这个信号呢 就是一个 第一电瓶 有效的 VR炮骨的CK410 请 前面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合在一起 是啊 VR炮骨的CK410 这个图还是有点点复杂啊 其实就是 VR就是CPU电源 然后你其实今天说的 这个有点多 可能会算 啊 前面是说 是一个 前面就是一个电源好吧 啊 然后低 有效 这个情况 它就是要 低电瓶的时候 才能正常 而有些信号呢 它必须为高 才能正常 就叫1999SATAM 这种信号 它是 低电瓶的时候 关闭 是 低电瓶 关闭 第一有效 所以 正常工作时 1999SATAM 一定要为 高 而 VRCK410 这个呢 要为低 才能 正常 看 看待不待 警号 不行 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 一定要看 警号 和 它的英文 就是英文 和 警 一起 理解 这才重要的 要连起来 理解 你单看 警号 不行 单看 前面 也不行 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再去 分析一下 这样才可以 这个就是 放映结束 今天的内容 有这么多 课件 是做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 还是不够好 还要再改善一下 关于名字解释 我再加一些波形 那些实物图 然后明天的内容 是电子元件基础 元件 还会做来一个 比较漂亮的 一个三级管 和长管的应用 这个动画的 给奖励 奖励谁 奖励你吗 卡通 不是的 不是卡通 卡通就漂亮 明天看吧 好吧 明天看这个 今天晚上呢 我会尽快的 加录像 然后大家优酷 赶紧的 注册好 然后我晚一点 会发这个录像 给大家 卡哇伊 是什么意思 不懂 你喜欢听技术 现在就发录像 可以啊 今天录像 一会儿就可以下载了 好了 那我就先 拜拜了 我是传录像 大家有问题 到QQ群里面留言 我会一会儿 去过去找你们 好 拜拜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